可愛的寶寶基因來自父母 但最近在英國有位新生兒 為了避免罹患罕見的立腺體疾病 身上有0.1%的基因 來自一名健康的女性捐贈者 成為全英國首例 尤其是眼睛、眼睛、肌肉弱 你可能會有醫療的問題 和病毒影響到胸、肌肉和心 但它會有早死亡 甚至是死亡可能會有幼稚 立腺體疾病目前無法治癒 英國每年約有150名這樣的嬰兒 可能在出生後幾天 甚至幾小時內喪命 但利用特殊的人工生殖技術 可以讓胚胎重獲健康 他們主要是生產能力 宛如人體內的發電機 立腺體可分解食物 轉化為可用能量 有缺陷的立腺體大多存在母體細胞中 因此使用捐贈者健康卵子的立腺體治療 成為人造健康胚胎 被賦予健康寶寶的關鍵技術 這個技術是使用於避免 避免母親的胸、肌肉的細胞 帶著患性性疾病 叫做腿胸、肌肉的交換 這個方法是 把胸、肌肉的胸、肌肉的肌肉 和肌肉的肌肉的肌肉 而成為胸、肌肉的肌肉的肌肉 和肌肉的胸、肌肉的肌肉 被肌肉的肌肉 因而全球僅有五個成功案例 美國2016年首開鮮核後 這種技術在體外受精的前或後 都可操作 但缺乏後續的追蹤資料 因此難以評估孩童成長 是否遭遇其他障礙 仍需進一步研究才能深入了解 是否有其他風險 大愛新聞 吳貴正編譯